并非所有南瓜都能降糖 甜的 面的 水的 哪种降糖效果最佳 一看这个血糖生存的指数的这个程度 你就知道应该选择吃什么了 我们选择这两种南瓜去吃 它的血糖升得特别快 瓜子 花生 开心果 想要有效降糖怎么吃 吃多少都有诀窍 你吃对了 对您的血糖的稳定 和防止糖尿病的并发症是有好处的 如果您吃的不对 血糖就做神奇上去了 粗山药 细山药 看着差不多 降糖效果千差万别 在山药的选择上 可能也有一些方法 这样的山药 对待这种对血糖尿病的病人 特别是控制血糖的这个作用 就大打折扣了 今天万家东火 解放军309医院营养科主任医师张业 为您一一点评南瓜 坚果 山药三种食材 并教您他们的酱糖吃法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万家灯火 我是营养师张业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台上的三位嘉宾 欢迎您的到来 大家好 今天这个话题是糖尿病病人 怎么选择食物的话题 其实糖尿病病人 只要是确定你血糖高了 饮食控制是首选的 也是终身的 这一个观念不用改变了 但是由于选择食物是终身的 人们就会在食物上打主意 什么能降糖 什么对血糖稳定有好处 大家就开始试了 而且是这个说好 我一定去试 那个人说好 我就天天去吃 结果吃完了以后 就出现问题了 比如说南瓜 其实南瓜 南瓜这个话题 先来说说这个南瓜 我还真不知道 这个南瓜 确实在这方面会有效果吗 我跟你讲 这个糖尿病 吃南瓜 真是他们一大糟 我是认识一个朋友 他这个老两口 你到他家去 什么都没有 放的全是南瓜 我就好奇 我说你干嘛买这么多南瓜 是要来人了还是干嘛 他说我们俩身体不好 都有同样一个病 叫糖尿病 是 刚才书长老师说的对 这个有人说 南瓜是降糖的首选 对 但是又有人说 这个南瓜是生糖值 会高于75 一般人认为大于70 是不是就算高了 到底是降了 它就升了 到底是能够升糖呢 还是真的能够 对啊 这搞得就有点模糊了 就觉得搞不清楚了 有时候就在鱼里面梧里边了 那我给大家分析一下 咱们先说南瓜 你们吃南瓜是什么味道 甜 也不是甜 我觉得南瓜有的有点寡淡的感觉 没什么味道木杂杂的 所以我个人不爱吃南瓜 其实它是清爽里面带甜 是吧 最终还是甜 还是甜 其实呢 我觉得你们说的都对 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们南瓜呀 在植物学家里眼里 它有一百多个品种 这是它们种植上的分类 但是在老百姓的 口里头藏出来的 只有四个品种 哪四个品种呢 一个是甜的 是不是觉得特甜 是吗 像这种甜南瓜 我知道现在饭店用的比较多 它给你甜乎乎的 给你蒸出来 用勺子碗 那个味道还不错 没错 这是一个口味甜的 还有一种特别面的 觉得都噎得黄 有些感觉吗 我说的那个木杂杂的吧 它水分少 而且家里蒸 你不会怎么做 做出来保持 对了 这是一个甜的 和一个面的两种了 还有一种甜不是最甜 面最不是最面 但是它俩加在一起呢 似乎又有点甜 又有点面 有这种现象吗 有的有 所以第三种 是甜和面的一个结合体 结合 是吧 这个呢 虽然不突出 但是还可以接受 还有一种水水的 对 觉得要是按照一些土话说 水了巴唧的 真难吃 有这种现象吗 对了 这是一个水水的 水水的 感觉到没有什么味儿 对 感觉特别淡 是吗 在老百姓的眼里 这么四种 在这四种南瓜里头 有一个特点 是我们一定要记住的 为什么说南瓜能降糖 是因为南瓜中 含有的一种物质 叫微量元素 个 个 个 是一个金字旁 加个个味的个 还有这个原素 对 这个微量元素的个呢 是合成胰岛素中 不可缺少的一个成分 这么一说我就知道 不知道胰岛素用来控制这个糖 没错 所以这个个缺少了 是不是血糖的控制 就会下降了呢 对 在南瓜中 不管它是什么口味的 含有微量元素个的成分 基本上相差无几 因为个是合成胰岛素 不可缺少的一个原料 当个缺乏的时候 胰岛素的敏感性 就会下降了 所以个多一些 胰岛素的敏感性 就会增强 所以个是不可缺少的 对 这个个含量多的话 对我们这个控制血糖 是很有好处的 没错 但是它的含糖量 可就不一样了 你看那个甜南瓜 对了 它虽然是口味不一样 各含量差不多 含糖量就差距很大很大了 这个我们得了解一下 比如说甜的 咱们觉得特甜 水水的 大约含的 含糖量大约多少呢 它叫一个什么呢 它这个不是说是 它的含糖量是多少 实际上呢 是它的血糖生成指数的快和慢 对这个就很明显了 对了 这个血糖生成指数的快和慢 使你血糖生的速度 就不一样了 所以甜的 大约是血糖生成指数 达到75%左右 甚至更高 相当高了 这是一个 但是面的呢 也不示弱 怎么低 也点到65 也不低 相对 生成指数 对了 所以我们选择 这两种南瓜去吃 它的血糖生都特别快 它的个含量再多 它的相差 看看哪个力量强弱了 对 对 所以是不可以的 对 那咱们说又甜又面的 这种南瓜 也是有一定差距 这个差距就比较大了 这个差距多少呢 大约30到50左右 这个还是比较适中的 这个血糖生成指数 达到这么一个处 还是会成 实际这个速度 也不算低了 对 也不算低了 但是因为它甜和面的程度 反应比较大了 所以它就这样 但是水水的这个 大约多少了呢 大约30以下了 30以下 那我知道了 这个就应该可以吃了 我知道了 所以他们老两口买了 应该买水水的吃 对了 对了 这是一看这个血糖生成指数的 这个程度 你就知道 应该选择吃什么了 吃水水的 对了 这是一个吃法 其实南瓜酱糖 这一个传说 应该是说起源于日本 就是日本有一个地区 他们这个地方呢 种的南瓜特别特别多 当地的人把南瓜 又做饭又做菜 以南瓜为主了 结果呢 发现他们这个地区的人 出现血糖不正常的 血糖高的人 很少很少 所以就说南瓜能酱糖 你看他们老吃南瓜 血糖并不高 在我们国家里头 有一些记载 也觉得南瓜 有酱糖的作用 但是它的成分 不是去 说是它的含糖量 有多少 而是它味量严肃 个的 主要它的个成分 对 但是呢 南瓜的种植 与土壤的一些条件 有很大的关系 这是第一 第二 南瓜里头的含糖量 是不可低估的 咱们虽然是 有区别大小 我们吃这个水水的 但是水水的 口感非常差 一般人不喜欢吃 是的 那怎么办呢 我觉得这个也挺水的 我就吃这个吧 血糖也上去了 没关系 想吃南瓜吗 糖尿病病人 一定可以吃 那怎么吃 怎么吃呢 把南瓜 当成主食的一部分 主食 就是我把这个水水南瓜 我不要把它当菜 觉得没口感 它是当粮食 我把它当主食 你看这个米饭 其实也没有什么味道 对吧 没错 比如说我这一顿饭 可以吃到 比如说是100克粮食 或者是75克粮食的时候 那这样 我把50克 或者是75克的粮食 作为我的主食 然后呢 我再加上一个 蒸一点南瓜 或者是做一点南瓜的 这个菜 当成主食的一部分 我配上其他的一些菜吃 对 就可以了 这还真是一个好方法 对 追求口感的这些 血糖高的人士 可以来想一下 你别把它想成菜了 你把它当成主食 可以控制血糖的主食 没错 我曾经有一个病人告诉我 他吃南瓜怎么吃呢 他把南瓜蒸熟 或者是把南瓜晾干 打粉都可以 然后他掺上一部分的面 来做成的面食的 这个吃法 像饼啊 像一些这个馒头啊 发糕啊都可以 其实这种吃法 它的血糖就处理得很好 比较稳定 所以南瓜呢 选择了它的口感 选择了它的成分 同时呢 也把它当成主食 还有一个加工方法 如果你把它做成糊糊 血糖升的一定挺高 如果你把它做成固体的 血糖升成的 就会卖 还有这种做法 那为什么呢 这个呢就是吸收的速度 一般我们要是吃固体的时候 我们要咀嚼相当一段时间 进去都要慢一些 而液体的时候 我们就会快一些 这样就确实会升得比较快 对了 这个南瓜的疑问 大家是解开了 并不是说一定或者 一定会升糖 也不一定说 一定会要选降低 去看你选择什么样的品种 没错 还有一个怎么个吃法 对 怎么个吃法 南瓜 我们就说到这吧 其实啊 还有很多很多的疑问呢 有很多糖尿病病人 到我呢去看病的时候 都会说 我能吃坚果吗 坚果也不含糖啊 这种话题特别特别多 就是 其实呢 坚果呀 对糖尿病病人 我三十年的临床 营养师的工作经验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 糖尿病病人 一定要吃 一定要吃 还有一个答案 有好处的 这么坚定的一个答案 对 但是你吃对了 对您的血糖的稳定 和防止糖尿病的并发症 是有好处的 如果您吃的不对 血糖就做神奇上去了 那还是有风险的 没错 所以呢 坚果的选择 其实是不在于 什么坚果特别重要 而在于坚果 你怎么吃 怎么吃 有很多糖尿病病人 告诉我是这样子的 说是我这个血糖高了 让我控制这个少一点 那个少一点 那个少一点 结果我老饿 这样饿了怎么办呢 坚果没有糖 我就带在兜里 时不时的 我就先打牙的 就这么吃的 不停地去吃 结果呢 虽然没糖 我血糖怎么也没下来呢 这种现象 在临床上 见到的糖尿病病人 特别多 特别是刚刚得了糖尿病 又饥饿感比较强的这种人 特别地多了 确实是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那像他这样 零散着 当零食吃 是不是就您说的 这样的吃法 会让这个血糖 做神奇上去 没错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糖尿病的饮食控制 总热能的控制 是一定的 在总热能的控制下 来强调 功能的营养素的控制 比如说蛋白质 脂肪和碳水化合物 坚果里头含有的脂肪 是相当高的 对 相当高的 所以它可以供给热能 而且脂肪 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 在体内是可以互相转换的 可以使血糖升高 而且这个坚果 在零食吃的时候 你就没有量了 你就可以随意地去吃 这个坚果量多了的时候 脂肪的量 就一定会多了 张老师 你这么说我明白了 坚果虽然是个好东西 但是这个数量 吃的时候数量 还是要掌控的 或是说越多越好 没错 也不是说因为它没有糖 我就可以多吃 不会使血糖升高 这是一定不对的 那我为什么坚决地告诉大家 对糖尿病病的人 一定要吃点坚果呢 因为坚果里头 含有的矿物质非常丰富 比如说钙 铁 锡 等等等等 含得特别丰富 它对我们防止一些 像心脑血管的疾病 骨子疏松等等 都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而且血糖高的人 对丢失的钙 和骨子疏松的这个程度 会比别人要重一些 所以补充是非常重要的 那在补充坚果的这个时候 你要学会怎么吃 对啊 怎么的吃法呢 还要靠张老师 可以指点一下 这样这样的做的时候 这个坚果既吃了 又不会超量 同时它可以补充我们的营养 现在比较流行 吃这个铁棍山药 对 这个铁棍山药 是不是就是张老师 您说的比较好的那种 想靠坚果酱血糖 坚果的选择 用量吃法都有哪些讲究 山药也有不错的酱糖功效 我们怎么挑出 最优秀的山药呢 对啊 怎么的吃法呢 还要靠张老师 可以指点一下 对 我建议大家吃这个坚果的时候 特别是对血糖糕的人 把它当成餐桌上的一种食物 而不要把它当成茶几上 和零食的一种食物 当成餐桌上的一种食物 难道 那肯定是按时吃啊 要用到菜里边 对 比如说我们炖豆腐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可以放上一点坚果呢 特别是吃素食的人 如果是在炖豆腐的时候 放上一点坚果 第一可以调味 第二帮助豆腐中的钙的吸收 同时坚果也给你提供了 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了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放点花生米啊 可以啊 核桃仁啊 对 都可以 比如说我们在做菜的时候 可以放上一些花生米啊 核桃啊 松子啊 榛子啊 开心果啊 等等等等 我们都可以去用 对 这是一种坚果的吃法 那这样好 我们先记一下 第一个 做菜 做菜 而且做菜的时候 我估计你不可能是整个给弄下去 你是不是你得把它剁碎啊 碾碎啊 所以放得碎一点 而且呢 在里头可以有调味的感觉 是吧 它的量也能控制 对 这个量就可以控制了 因为有可能放到菜里边 你呼啦啦放一下 对 没错 没错 这是一种做法 还有一个呢 我们就可以做在主食里头 我们可以用上汤 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用一些 这个芝麻来烤小饼啊 做什么的放在那里 其实呢 有一些坚果 我们也完全可以做在馒头 或者做在粥里头 或者是米饭 是不是米饭 是不是也可以呢 你看现在那个西餐的餐点里面 都有核桃蛋糕 对 对 我们中餐里面完全也可以做一些 我看到有一些民族 他们做的饭 不像我们这样就是白米饭 他们会放很多东西在里边 呼啦啦 就像八宝饭 对 对 这样这样做的时候 这个坚果既吃了 又不会超量 同时它可以补充我们的燃养 这个酱血糖的功能 才真正的达到了 对了 实际上呢 坚果 我们一定要去强调它的 这个酱子 可能就有点过分了 太勉强了 但是坚果 对于我们稳定血糖 和防止 因为血糖高 而引起来的一些并化症 实际是很有好处 对 这样你说还真是把 这个一系列 关于它 到底能不能酱 有没有吃了 就是什么的吃法 现在都搞明白了 对了 这是第二个做饭 如果说不行 这个吃不出香味来 或者说我不喜欢这么吃 我就想吃零食 对 那怎么办 也可以去吃 那这样好 作为第三个 零食 作为零食 我看很多都是在看 一边看电视 一边吃 一边吃 但这样估计是不行的 这样的就多了 也可以 没关系 喜欢吃可以 但是有一点 你想过没有 在选择坚果里头 其实有一些坚果的油分 还是比较多的 对 有一些坚果的油分 就相对的少一点 对 你比如说像松子 一般油分就比较大 对 你比如说像开心果 相对的油分就少一些 对 是这样子吧 对 对了 那我们就选择油分少一点的 开心果之类的 这是第一个 选择食物 还有一个呢 就是吃法 假如说我们这个大的葵花籽 我们嘎嘣嘎嘣的 刻起来可快了 对 那我们很快就吃了好多 这就不可以了 如果是我们慢慢地去吃 用一些消磨时间的这种现象 既可以消磨了时间 又可以保了你的口福 慢慢地去吃 比如说像一些小的西瓜籽 有些小的葵花籽 用手慢慢地去包 慢慢地 对 我们把它一定的量拿出来 吃了这些 我就再不吃了 这样是不是也可以 分装小份 没错 比如说你从外表炒货店 弄回来一大包 你每天打开吃 不自觉就吃了很多 还有这么多 但是你把它分成一小大一小大一小 越吃越上瘾了 没错 越吃越上瘾了 没错 没错 所以呢 我们把它分开 而且我们慢慢地包 再一个选择一些呢 可以去包的 消磨一些时间的 你如果买一些坚果仁回来 那就怎么吃都会过量了 很难控制得了 是不是 这是一个坚果的一些吃法 还有坚果的选择 我们说了一些含油多的 含油少的 但是有很多人喜欢吃什么呢 喜欢吃坚果店里买回来小包装的 里头都是一些人 这些不光是他吃得快的问题 还有里头一些 加了一些糖分 或者是一些添加剂 第一加糖分是肯定不可以的 第二一个 加了其他的一些添加剂呢 对我们似乎觉得 血糖没有直接的关系 可是你想过没有 这些添加剂进到我们体内 是会给肝脏增加负担的 肝脏已受累了 糖原的合成再肝脏 我们一些蛋白脂肪和糖的转换 再肝脏 肝脏完成得了吗 这样的话也会使血糖有一些变化 不合适 还有它的保质期 这个坚果就要精挑细选 适度适量 对 没错 所以糖尿病病人 一定可以吃坚果 是一定的 但是注意量 注意选择时机 注意怎么吃 还有一个选择什么样的坚果 对对 说了这么多 其实张老师 我还有一个疑问 就是我身边有 比如说我男朋友的爸爸 他就有这个糖尿病的问题 他平常会吃一个很奇特的东西 叫山药 我不知道很多人爱吃山药 山药是好的 山药它确实是一个特别面 又特别没有味道 有一些女性会吃 但男性一般不怎么吃 但都说这个山药能够降血糖 您赶紧给解释解释 有没有这个效果存在 山药降糖要从中医说起 要扯到中医的话题了 没错 其实山药平常我们吃的 一般是炖汤里会放一放 对也有炒得吃 但是我看到过有这个糖尿病的病人 他真的是就把山药给蒸着吃 对 然后又不敢蘸糖 又不敢蘸盐 什么味都没有 对就这么干脚 也很痛苦 对 其实山药 为什么说降糖从中医说起 中医认为糖尿病是消渴 而山药有自消渴的作用 是属于对症下药的 没错 其实山药它对阴虚的一些症状 是非常有好处的 糖尿病的病人 从中医的分型上 有阴虚这么一行 所以对待阴虚这样的现象 吃山药是很好的 那什么叫阴虚 可能有人不太知道 一个是他会感觉到 这个内热比较重 但是他似乎又觉得 这个咳嗽感觉到 咳得非常不顺畅 咳起来非常困难 所以爱堵得慌 所以感觉到没太有力量 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 选择的是这个山药来用 这一类症状的 可能可以用山药来降水糖 在这里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我们解放军309医院 是一个全军的结合病院 在结合病院的 这个结合科里头 住着的应该是 都是结合病人了 但是结合病人里头 也不免有一些 因为血糖的不正常 而又有结合而住院的 那这些人怎么办 在治疗上 结合需要营养 糖尿病需要限制 那他俩饮食是一个矛盾的 在这个矛盾的时候 如果掌握不好平衡 弹菌扁 转成阴性的时候 就会慢 就会时间拉长 这样传染的时间 也就会长了 为了能让结合又有糖尿病的 这样的病人 痰菌尽快地卷阴 让他的痰尽量地咳出去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饮食结构了 从营养师 我当时在营养科 做营养师的时候 我就选择了三药 给结合病人 特别是有血糖不正常的 结合病人去用 我当时选择的是 大约有150克左右的三药 最好是选择淮山药 实在没有 我们就用麻山药来代替 然后大约用上25克左右的米 做成了叫粥 它又很稠 你喝不了 你要说做米饭 它又比较软 所以我们就网它叫软饭 就把这个一碗的软饭 当成早餐的主食 然后配上比如说鸡蛋 豆腐或者是拌菜等等 来给它作为一餐的 这么一个量 这种现象 我们观察了好多例 这个当然时间很长了 在观察的过程中 有很多血糖不正常 又有结合的这种病人 弹菌转阴的这个时间 相对的缩短了 相对的缩短了 有效果 它壳弹的这种情况 排弹的这种情况 也是比较好的 那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了山药对待血糖的稳定性 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只是你选对了它的症状就可以了 在中医里面讲 有阴虚的这一类的病患 是比较有用的 而且我觉得张老师刚刚讲的 这个是特别的有巧妙之处 因为它把这个山药软饭 是放在早餐 山药没什么味儿 你要是让它中餐晚餐吃 它觉得寡的 它觉得淡了 很难吃 早饭的时候通常大家口味都是比较淡的 在这个时候吃 既在口感上能够接受 又能起到效果 还有呢 我把山药放在饭里了 实际什么呢 就把山药照样当成了主食 没错 一块吃 没错 山药含淀粉量还是很高的 那既然含有的淀粉 它的血糖生成的指数 就会相对的快一些 所以把山药当成主食的一部分 去用在适合它的这种病人身上 对血糖的稳定是有好处的 这个大家确实连续住的 对血糖 是的 所以但是在山药的选择上 可能也有一些方法 假如说你选择淮山药 药用的价值是比较好的 如果你选择麻山药 它虽然不如淮山药那么好 效果也还可以 一般的麻山药比较粗 外边比较麻 然后毛毛比较多 做起来的时候比较面 但是山药还有一种比较粗 外边的面比较光 毛毛比较少 不那么麻 这种山药做出来就有比较脆 就一般做菜会用 炒得吃 对了 这样的山药对待这种 对糖尿病的病人 特别是控制血糖的这种作用 就大打折扣了 效果不那么好 也就是面一点的 面一点的好 像现在比较流行 吃这个铁棍山药 对 这个铁棍山药 是不是就是张老师 您说的比较好的那种 没错 这个铁棍山药 实际是按照它长相 一般的手指头 对 细细的 但是这种山药 大部分是长在河南的地方 所以我们有的人 也把它叫成怀山药 正是这种山药 是比较适合 有很强的药用价值 对 这种山药 一般比较面 比较硬 感觉有个甘甜的 一个作用 药用价值也是最好的 相当高 是的 其实糖尿病病人 从饮食上控制 来控制血糖 这是每个人都想能达到的 减少药物的用量 这种想法是对的 但是千万不可以盲目地去说 去做 人家一说好 我就全力地去做 一定要试着来 再一个 有一些含糖量高的这种食物 淀粉含量高的食物 一定不能把它当成菜 来去吃 这样的话 血糖相对稳定程度就好一点 如果你把它当成主食的一个量 而且慢慢地去试 用成做成固体的 这种吃法的时候 血糖升高的速度 就会大大的减低了 万杂冬火健康提示 吃南瓜 坚果山药 都可以控制血糖 但一定要注意品种和吃的方法 糖尿病人吃南瓜的诀窍 一 选择口感比较是南瓜 血糖生成指数最低 二 把南瓜作为主食的一部分 做成馒头 发糕等固体来吃 功效更佳 糖尿病人吃坚果的诀窍 一 糖尿病人一定要经常吃坚果 如花生 核桃 松子 榛子 开心果等 都有降血糖的功效 二 把坚果当正餐吃 配在菜里或煮食中 而不是单独做零食吃 三 如果一定要当零食吃 要选择开心果这样含有少的坚果 避免松子等含有多的坚果 糖尿病人吃山药的诀窍 一 山药对阴虚型糖尿病有很好的降糖效果 二 药用价值最强的手怀山药 特点是 外观比较细 又捻又硬 口感甘甜 糖尿病人真的不能喝粥吗 听听专家怎么说 想喝一点粥 觉得很纠结 喝了怕血糖升高 不喝又觉得很难过 那我们先画一个问号在这 选择哪种主食升糖速度最慢 糖尿病人得介绍 您能不能给我排一下 这个到底这些主食 它们的升糖指数是多少 哪些高哪些低 给我们排个序 糖尿病人应该怎样选择合适的主食呢 明天万家灯火 张叶就来教教您